哈喽大家好我是尼玉 本期内容其实并不以推荐清单为主 而是讨论当下这个时间点 到底买什么产品是比较合适的为主 那我们先来分析原因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点上 买电子产品不好买的内外部原因 那内部原因肯定是 今年的经济大环境不算特别好 尽管我果然有2.8%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干脆直白点说 我身边做买卖的朋友 过得都不是很舒服 多了咱们也就不提了 我觉得各位小伙伴心里都有答案 那外部原因是美元收割全世界 大幅升值的缘故 明年的电子产品 或多或少都会有涨价 再加上NVIDIA 英特尔这些半导体巨头的涨价策略 我们很难买到价格相对合理的产品 这其实从2022年618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不说别的产品 就单说笔记本电脑 如果你长期关注笔记本电脑的价格 你会发现今年5月中旬到618 是价格最便宜的时候 而双11期间的价格是不降反升的 那为什么笔记本电脑的价格变动 给各位的感知不是那么明显呢 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是如果台式机的显卡或者CPU涨价了 我们可以直接从购物平台上看到价格的波动 因为台式机的配件都是零售的 但是笔记本电脑的显卡 CPU价格是不公开的 不灭向终端消费者零售的 只有生产笔记本的品牌能知道价格的变化 但是这些品牌也不能说涨价我就涨价 总要考虑到自己的销售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会死撑着价格 不亏不赚也无所谓 先把份额保住 第二个是笔记本电脑里的配件是很多的 除了CPU和显卡 电池 键盘 屏幕 散热模组等等部件 这些产品并不是一路涨价的 比如说SSD和内存 都是今年一路卷到底的产品 所以一台笔记本里即使主要的芯片价格涨了 也会有一些配件价格下降 从而尽量平衡整个笔记本的生产成本 按照我们很早之前说过的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的理论来说 应该是越完买越想折扣 但是今年反而是越完买越贵 这也说明中正评测说的是对的 双11对于很多厂家来说 并不是降价大促 而是尽量让你觉得它便宜 它也有机会逃顶甩货更新库存的一个时机 然后我们再来谈谈明年的 新的CPU和显卡的性能展望 还有对比 如果经常关注移动端显卡性能的小伙伴 应该是已经看到这张图片了 先说一下 这个图并不准确 分数和我了解到的其实还有一定差距 我这边了解到RTX4050M的Time Spy分数 在8000分上下 也就是基本和残废版的RTX3060M对等 而RTX4060M的Time Spy分数大概在10400分 也就是说和满血的RTX3070M 或者残疑点的RTX3070TiM对等 RTX4070M越强于RTX3080M 要弱于RTX3080TiM 这也是一个初步的跑分 目前的驱动和显卡本身 都还不是正式版本 各个功耗的分数也没有涉及全面 我猜正式版应该会更强一些 如果我看到的这些分数是准确的 那么真正有巨大提升的 其实是RTX4080和RTX4090 相比于30系来说是真的有跨代差距的 而50 60 70仅仅只是迭代30系 50打60 60打70 70打80而已 我也把我这边了解到的大概分数 做了一个排行榜 方便大家观看 后面我们再讲型号就不加M了 讲的都是移动端 当然这也不是免责声明 主要是NVIDIA经常会玩一些奇怪的操作 比如说把我们现在认为的GN21-X4这个RTX4060 命名为RTX4050Ti 或者突然取消了某个型号也说不准 再者就是驱动也会影响性能 没准正式发布的时候 搞一个什么机械驱动又有提升 这个都说不准 只是借用现在了解到的数据 帮各位做做分析 价格方面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了 明年搭载RTX40系的显卡的游戏本 都会比较贵 大部分追求性价比的厂家 可能依然会采用N-1代的CPU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12代Core处理器 去搭配RTX40系显卡 来确保价格不会非常离谱 但即使是i7-1270H加RTX4060的搭配 大部分厂家也把价格定到了8500元以上 而正儿八景的13代CPU也分两种 一种是H45 一种是HX55 H45就类似于12代的i7-1270H i9-1290H这些 而HX55就类似于12代的i7-1280HX 和i9-1290HX这些 如果13代的H45加RTX4060的话 价格基本要在8000元以上 HX55加RTX4060的话 价格基本要在9000附近了 如果是RTX4070 基本上都会搭载HX55处理器 毕竟是好卡配好用 价格最低估计也要在1万多块钱 因为RTX4060如果就是3070和3070Ti之间的水准 现在3070Ti的游戏本也就8000多块钱 甚至便宜的时候能到8000元以内 等于说4060的性能 相比于3070Ti来说没什么提升 价格还贵了 当然我也了解到NVIDIA有一个OPP策略 如果RTX4050的整个笔记本 可以卖到7499元 NVIDIA会反25美金一台 4060的整机可以卖到8499的话 是反50美元一台 也就是说这个价格 是NVIDIA觉得比较好走量的价格 就是7499和8499 因为NVIDIA只考虑怎么卖显卡 所以诸多的厂家都会尽量把价格控制在能拿到它这个补贴的水准 也不排除火影 纪念革命这些品牌会把价格做得更低 比如说赔一个什么1080P144核资 然后低色域屏幕 或者螃蟹网卡什么的 小地方给你缩缩水 还是有希望能做到更低的 所以今年12月到明年3月这个阶段 是真的不推荐入手游戏本 除非你是刚徐 否则先尽量按兵不动 等40系移动端显卡具体性能真的曝光了 再考虑要买30系老款还是买40系的新款 反正综上所述 这个40系移动端的高端显卡表现可能还是不错的 但是5060这种入门甜品级的显卡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巨大的提升 另外这个是明年的AMD处理器的规划图 Dragon Range是对标英特尔HX55的存在 其实就是把桌面端做到笔记本里面去了 而Phoenix则是战尔八景的正式移动端处理器 也就是类似于今年的R7 680H R9 6900HX的存在 而去年的R5 6600H R7 6800H 则直接改名换马甲 叫7735HS和7535HS了 那清宝本的处理器命名我也放在这 但是这期视频咱们主要讲解的是游戏本 我们就先不分析它们了 Dragon Range这四款处理器 目前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它们的消息 但是Phoenix的这个7940HS 7840HS和7640HS这三款处理器 据我觉得还算比较可靠的消息称 不论是单热性能还是多热性能 其实还是要弱于13代的H45酷睿 i9 i7 i5的 但是不会出现像今年这个i5打R9的情况 AMD虽然没能扳回一城 但是还算是跟上了节奏 当然AMD处理器的定价还是会比英特尔便宜一些 同样级别的 比如说i7和R27整机差价在500元左右 那我目前比较期待的是7735HS的处理器 搭载RTX4060显卡 因为7735HS虽然就是6800H的马甲 但是打游戏我觉得倒是也够用 而且据说7735HS相比于6800H来说 采购成本便宜了不少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搞一波7500元以内的 RTX4060整机游戏本出来 接下来还是例行的推荐环节 我们这期视频就简单介绍几款 我觉得现在购买 不会被刺的一些产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本5000到6000元 我只推荐了一款就是记忆个命的蛟龙5 反正目前我是绝对不建议再入手 3050和3050Ti的产品了 其他的要不然就是品牌太牛马 要不然就是存在大量的风险矿机 那这期视频本来也不以推荐为主 所以咱们就尽量少说点 某多头上我看到R5560H加RTX3060的配置 搭配2K 240Hz超高刷屏幕的价格 是5894元 果不其然比创11还那么便宜和100多 其实如果你的预算只有5000来块钱 我是真诚的建议你不要等40系新款 除了买不买的起先不谈 主要是提升真不一定大 芯片还得等将近三个半月 如果用不上2K 240Hz的屏幕 其实蛟龙5还有一个低色域的 144Hz屏幕的版本 某多多售价是5300多块钱 也非常划算了 至少不会被被刺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6000到7000元的游戏本 有哪些可以推荐的 第一款是红米的 Redmi G Pro 2022锐龙版 和机械革命的蛟龙16 大概是双11之后 这个在海鲜市场上 我是见到了大量的95新和99新的 这两个玩意儿 是见到过5800多块钱的 然后这个Redmi G Pro 我见到过6400多块钱的 不知道是什么渠道出来的 某多多现在的 这个红米Redmi G Pro的售价是6999 我感觉这个价格还不错 蛟龙16要更便宜一些 6499 680H加RTX360 配2K 240Hz屏幕 今年Redmi G Pro的新模具外观 也挺好看的 屏幕还支持了SRGB模式切换 接口比较丰富 有4个A口和一个支持 100W PD快充的全光灯Type-C 蛟龙16差不多也是这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今年Redmi G除了来的稍微晚了一点 整体来说是很不错的水桶产品 没有什么明显短板 这两款产品 可能品牌上红米是更加占优势的 价格上蛟龙16便宜了500块钱 不怕革命失败的话 倒是也可以试试 第二款是七彩虹的 将星X15 推荐的是i5-1250H 加RTX360的版本 某多多价格是6199 某海线市场是更加便宜 有低于6000的 毕竟是海线市场神机 如果你觉得 今年的锐龙处理器 没有什么提升 还是想买一个英特尔的CPU 那确实是可以考虑降星X15 切小红说 今年他们的销量是非常好的 我看了看这个价格 我觉得他们应该说的是真的 采用的是蓝天NP系列的工膜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也只有工膜能做出性价比 接口比较少 只有RA2C 其中一个A口还是USB2.0的 但是独显直连和高色域屏幕也都给了 如果参考它的价格的话 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第三款是雷神的911MR 这是我也是过某多多的时候看见的 R7580H加RTX3070 只要6499 看处理器就知道它也是老款了 我翻了一下我的仓库 我竟然还有这台机器 这款RTX3070标称的是140W 但实际上我好像只考到了130多W 130W左右吧 这也是一个蓝天工膜的产品 其屏幕还是低色于144核资的 总来说就是买一个3070显卡 别的东西优势也不明显 接口也特别少 只有RA1C老蓝天了 反正6500买个3070机子 总不至于被4060倍刺 打游戏的话完全够用 售后的话 雷神高低还是比火影 稍微强点了 那说起火影 其实火影有一个T9C 5000多就能买到3070 不过这个是10代桌面CPU 最高自己换到11代 而且去年也是挖矿的重灾区 如果要买的话 尽量看好保修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游戏本7000到8000元 有哪些可以推荐的 如果你的预算 恰好在这个价位段 一定要好好选择 因为明年就会有 i5 12450H加RTX4060的产品 说不定某些品牌 也能做到1350H加RTX4060 所以这个价位段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以打游戏为主 现在可以考虑的是 RTX3070 3070Ti的产品 这个价位 就不再推荐RTX3060的产品了 第一款是戒革命的蛟龙7 这也是一个老款 采用的是R7580H Titan Plus 同款的同方模具 不过仔细想想 580H和680H性能差不多 那就是说和明年的7735HS 估计也差不太多 这种操担事 反正这样年真的不稀奇 AMD也开始挤牙膏了 如果对CPU的要求没那么高 580H打个游戏 剪写视频还是够用的 搭配RTX3070显卡 7000块钱不算贵 我觉得性价比 比Redmi G Pro要高 满选3070的性能 比满选3060的性能 还是要强17%的 如果按照现在 对4060的预估 那大概率不会被被刺 第二款是联想的Y9000X 除了传统硬怼性能的 后专游戏本 Y9000X这类重包游戏本 相信也有不少小伙伴在关注 那目前i5-1250H 加RTX3060的搭配 某多多售价是7399 考虑到明年CPU显卡 必然会涨价 且这类重包游戏本 都会比普通游戏本 要稍微贵一点 我估计 这个13代的i5-RTX050的Y9000X 可能也会卖到750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抛开CPU的提升 暂且不谈 如果你喜欢这类重包游戏本 Y9000X其实是现在比较理想的存在 当然还有轻厚游戏本的选择 就是这个天选3 不过天选3i7-36060的版本 目前售价仍然要接近8000元 且没有i5的版本可选 所以我就不推荐了 那关于明年的游戏本展望 除了CPU和显卡的部分 屏幕可能也是一个升级的点 2K 240Hz 可能会成为比较标配的东西 但2K 165Hz 仍然会大量存在 内存硬盘大概率不会变 还是以16G加512G为主 不过也会有不少 32G加1T的标配 因为内存硬盘的成本越来越便宜了 厂家也希望通过更大的存储搭配 来吸引用户 综合全篇的内容来看 我给出的建议就是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希望你们等新优和新卡 因为13代酷睿 7代锐龙 4G显卡 包括70系的AMD显卡 出来之后 就算提升不大 老款也会进一步降价处理 比如说到时候4060 真的打不过307型态 那4060卖8500多块钱 307型态7300多 7400多拿下 同时摆在台面上 有的挑 有的选 抱着买新不买旧的心态 那肯定是充新品 但如果你抱着 反正提升不大 我省千八块钱 给自己买套外设的心态 肯定是充旧款 如果你是刚需 那没得说 只能硬着头皮现在买 如果抱着早买早享受的心态 我的建议呢 是先买一个 二手的3060 3070的游戏本凑合用 尽量买12代的 因为11代的 都矿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等快出了这个新品再换 这样的亏损是最小的 因为你本来买的就是二手 出二手的时候 也能少亏点 如果一个月零花钱 就大几万的副歌 可以直接考虑 等这个4080和4090的产品 提升确实很大 当然那些抱着 趁4070快出了 我3000多买个 3070的矿本抄底的大佬们 你们就别乱发言了 这些视频是面向小白的 我之前也发现 评论区有出矿机了 我都立马删 后续 我大概率会第一时间 拿到13代移动端酷睿处理器 和RTX40系 移动端显卡的产品首发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